來複習昨天講的一個重要的概念 我昨天教了一個全新的名詞 請問那個名詞叫做什麼 隨機變數 隨機變數 在我們對岸的大陸 他們稱為叫隨機變量 舉一個例子喔 這個畫在你的課文上 我這裡有一個箱子 我用簡單的例子讓你感受 箱子裡面有兩顆球 一顆是粉紅色的 另外一顆是藍色的 這樣可以嗎 箱子裡面兩顆球 兩個球的顏色不一樣 我現在做一件事情 從這個箱子裡面隨機怎麼樣 抽一球 這兩個球被抽到的機會是均等的 問一個問題喔 這個叫隨機實驗對不對 對喔 理想狀態下這個抽球的活動可以一直不斷的進行 不過當然是抽後放回 如果是抽後不放回的話 其實抽兩球相似裡面就沒東西了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說抽一球 看一下顏色 再放回去再抽一球 對吧 這個就是一個隨機實驗 我們不會知道等一下抽出來的是哪一顆球 因為它一半一半的機率嘛 對不對 這個實驗可以一直不斷的重複進行 OK這個叫隨機實驗 一個隨機實驗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 把它用集合的形態寫出來 這個叫什麼空間 樣本空間 我的樣本空間會有幾個元素呢 會有兩個元素 你拿出來的時候看一下球 你只會看到兩種情況 粉紅色的球跟什麼顏色的球 跟藍色的球 所以你樣本空間是不是應該長這樣 這個叫sample space 要本空間是集合 我外面要寫大括號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來這個叫隨機變數 我們用大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它 這個怎麼唸 x of 什麼東西 這個怎麼唸 這唸 omega 好不好 這個 omega 代表什麼呢 這個 omega 代表的是 這個樣本空間的一個部分集合 也就是說它代表某一個事件 好 那我這樣寫喔 A 好這個叫1 這個叫2 然後如果 如果 歐美加等於 如果你抽出來的是粉紅色球的話 它會對到一個數字叫做1 那如果你抽出來的是藍色球的話 它會對應到一個數字叫做2 隨機變數是什麼 它是一個函數的概念 它會把抽象的樣本空間做什麼動作呢 它就像一把次元切割刀 它會把樣本空間做切割 這樣你聽到嗎 這個再解釋一次 這叫水機變數 它的功能就是 將 抽象的樣本空間 做一個什麼動作呢 做一個切割的動作 那至於要怎麼切 這給看你這個水機變數是怎麼去定義它 怎麼切 然後會對到哪個數字 然後接下來 每一個碎片 切下來的每一個碎片 我們都會把它對應到某一個數字 均 對應到某數字 來給同學一點點時間 把這個概念把它建立起來 這樣好不好 請注意隨機變數是一個函數 一個machine 這樣好不好 兩個集合之間的一種對應關係 它會重新的去分割你的樣本空間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抽出來的是紅球 我讓這個事件 對應到這個碎片 這是就好像那個拼圖一樣 把這個碎片這個結果 對應到我的數字 這個數字呢 我令它叫做1 你說老師為什麼令它叫做1 我爽嗎 對不對 我就是這樣規定的 不同的屏幕有不同的看法 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這個叫0 這個叫1 都可以 這樣聽懂嗎 所以隨機變數其實它就是 把事件把它數字化 這樣聽懂 把事件對應到某個數字 把樣本空間的部分集合 對應到某個數字 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個要有這個概念 好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 稍微複習一下昨天講的東西 來你把這個東西 一樣寫在你的課本上 我現在畫一個很重要的表格 這個表格叫做什麼表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這叫什麼表 欸 這個隨機變數 它會切割樣本空間嗎 很多拼圖對不對 然後 每一個拼圖 我們都賦予它一個number對不對 來 比如說這裡 有一個number叫s1 這個叫s2 然後點點點 這裡有個number叫sn 請問你喔 這個樣本空間被我切成幾塊 切成n塊嘛 對不對 每一塊都會對應到一個數字 所以我這裡的數字有s1到sn 對不對 事實上我切下來的每一塊都是一個事件 事件可以算它的什麼 發生的幾率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s1 它是不是有個發生的幾率 幾率叫誰 叫p1 這邊是不是有個幾率叫p2 然後點點 這裡有個幾率叫做誰 叫做pn 對不對 這個s1是某個事件對到的數字嘛 這個數字它是不是會對應到一個幾率 這個表很有名喔 這個叫什麼表 這個叫幾率分佈表 這個隨機變數的幾率分佈表 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數學上有一個專業的寫法 我們會這樣寫 我們會說這個隨機變數x 然後寫一個小蝌蚪 然後寫一個p of x 先例介紹一下這個想法 這個怎麼唸呢 這個東西唸做x這個隨機變數 符蟲 周門的翻譯是符蟲 符蟲t of x 的幾率分佈 好來你先把這個東西寫在課文上 來看看 以後你會學到各式各樣的幾率分佈 在你大學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保證 在座九成以上的同學 都會學到幾率分佈 有離散型的 有連續型的 幾率分佈有很多喔 有常態分佈 有二項分佈 什麼破爛分佈 等等等等指數分佈 你會學到各式各樣的分佈喔 那些分佈其實想法也就很簡單 其實就是隨機變數 某個隨機變數會浮從某一種 那個叫distribution 浮從某一種分佈 我們之後會慢慢來介紹 高中學到的某一些特別的分佈 好了這個複習的部分 大概先跟你講到這邊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東西 第六頁的隨堂練習 做一個高中生 這個第六頁的隨堂練習 應該要會喔 慢慢來喔 高中學的東西真的很少 可是學測考這麼難 真的是有點奇怪 很麻煩 我們看一下那個隨堂練習 給他兩個贊喔 他說呢 假以兩個人 各從一二三 三個數字中任選一個數字 可重複選取 來把它畫起來 什麼叫可重複選取 假選一 你能不能選一 可以喔 可重複選嗎 你選什麼跟我選什麼 好像沒有關係對不對 可重複選取 以致每個數字被選到的機會均等 OK 後面那個是重點 他所定義的隨機變數是什麼 假以所選的數字 拿來相減的絕對值 他第一題要你寫出 如果我這個隨機變數啊 這樣規定的話 你能不能寫出這個隨機變數的 機率分布表 你猜他要寫什麼 他要你寫上面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考試你怎麼寫 考試很簡單 他要寫機率分布表 我們就來寫吧 好 來 上面是x 這個隨機變數所取的值 下面呢 是他對應的機率 這樣好不好 他取的每一個值 其實還原到你的樣子空間 都是某一個部分集合 都是一個事件喔 事件是可以算機率的對不對 欸對吧 事件是可以算機率的啊 沒有問題啊 然後同學應該也知道一件事情喔 請問你 這些機率全部加起來會等到多少 如果你把p1加p2 加到p1 一定會等到多少 一定會等到1啊 為什麼 欸 你這每一個都是拼圖耶 你把它拼起來 不是你完整的樣子空間 機率本來就是1嘛 是不是廢話喔 對不對 這理所當然的事喔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 這應該怎麼寫呢 嗯 我們用窮局好了 加1兩個人 然後三個數字是不是 欸 畫個表格齁 還是鳥話樹狀乎味沒有意見 來 這裡有甲1 然後甲的選擇有幾個 它可以選1 2 3 好 它可以選1 2 或者是3 好 甲有三種選擇 水啊 已有三種選擇 它也可以選1 2 3 所以請問啊兩個人搭配出來 情況有幾種 甲有三種選擇 1有三種選擇 這樣搭配出來的情況 成功會有幾種 當然是9種啊 這不是廢話嗎 所以你樣本空間會有幾個元素 會有9個元素啊 對吧 然後它要做什麼事情呢 它說你把他們選的數字啊 相減 的 X的絕對值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問你喔 如果甲選1 也選1 相減的絕對值是誰 這是0啊 如果甲選2 也選1 相減的絕對值是誰 這是1啊 這個是多少 這是2 這個是多少 相減的絕對值嗎 它不是這樣嗎 這個是誰 這是0 那這個是多少 1 這個呢 2 這個是1個選2 1個選3 這個是1 這個是什麼 0 好 我們終於可以寫它的機率分佈了 我們的隨機變數是定義成 他們相減 那個數字相減X的絕對值嗎 所以請問你 這個數字有幾種可能性 有三種啊 哪三種 0 1跟2啊 所以你這裡不是0 不然你就是1 就是2啊 還有其他可能嗎 有可能是3嗎 當然不可能啊 大家都從1、2、3 挑一個數字 你最好挑出來相減的絕對值會是3 那是沒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你的隨機變數的取值 是不是只有0或1或2 是不是這樣 對嘛 就這樣嘛 你的樣本空間 simple space 是不是就9個元素 ok 那下面就寫機率 寫這機率太簡單了 我們一起來寫嘛 那我問你喔 如果你取的值是0 那你對應的這個事件的機率是多少 欸 9個元素喔 啊0有幾個 3個 所以這個機率是多少 9分之幾 9分之3啊 不就3分之1嗎 欸對吧 就這樣子 你可以去計算他取的每個值 所代表的那個事件的機率 不就這樣嗎 來那我問你 1的話這個機率是多少 這情況不是有4種嗎 所以這個是9分之多少 9分之4啊 超簡單 那2呢 這9分之多少 2啊 有兩種可能嗎 來你寫一下吧 好不好 欸你看這加起來是不是檔1 對沒有錯 這叫機率分佈 這叫隨機變數的機率分佈 所以隨機變數是個函數 這個我已經強調很多次了 因為很多學生他其實不太懂這個東西 隨機變數他會把你原本的樣本空間 做切割 切割成很多小片的披薩 那每一個披薩呢 每一個碎片 我們都會賦予他一個明確的數字 那當然這些每一個碎片他本身都是一個事件 所以這些數字他對應到的是碎片的 碎片本身可以算機率 因為試鏡本來就可以算他發生的反應性 這種東西叫做機率分佈 這樣聽懂嗎 這慢慢教希望同學可以了解喔 好第二題他要你算喔 來第二題這個考試參考 他要你算機率 這個機率是什麼呢 隨機變數x他所取的值怎麼樣 大於或等於1的機率 來這個機率怎麼算 這個隨機變數取的值大於等於1 你告訴我他代表是什麼情況 大於等於1那就是怎麼樣 就是等於1 或者加上probability x取的值是多少 2啊 是不是這樣 大於等於1 你大於等於1不是1就是2嘛 你就把這兩個機率加起來就好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所以來等於1的機率是多少 9分之4啊 你就看著這張表就可以寫答案嘛 來隨機變數取值是2的機率是多少 9分之2 9分之3加9分之2 這是9分之6 也就是3分之2 OK 拿來隨機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 欸可以嘛 我已經講得很慢 我有刻意放慢速度 這樣可以齁 一定要聽懂喔 一定要聽懂喔 好 好 我相信教到這邊 同學應該對於什麼叫隨機變數 應該要有初步認知 對吧 我們現在請你翻到課本的第七頁 這個第七頁 我們這裡要介紹一個 你在第二側就學過的東西 所以我點一下 希望跟你有點簡單的故縱 你猜我們要複習哪一個概念 來 旁邊寫個pr 準備學測一定有準備到這個單元 你知道什麼字 期望值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定義隨機變數的期望值 它的定義方式跟你以前學的 是完全如出一側 所以我應該要先問一件事情 什麼叫期望值 可以問一下嗎 什麼叫期望值 很多學生只是會算而已 什麼乘一乘加一加就是答案 但是我希望你告訴我期望值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是期望值 我寫一下它的定義好不好 所謂的期望值就是在同樣的條件下 你多次的去重複某一個水晶試驗 好 去上廁所吧 沒問題 在同樣的條件下 你要你多次的去重複某一個水晶試驗 多次的去重複 某水晶試驗 來 所得到結果的竹君子 這個 整個有點陨長喔 不過我想這樣講應該是算還不錯 你把它寫上去吧 我認為這個東西應該要把它講清楚 而不是說我寫出它的機率分布 然後你就反正把它的數字乘上機率 然後乘一乘加一加 這樣子交水不會啊 我30秒我就交完了 你聽懂嗎 我們期望值不應該是這樣理解的 什麼叫期望值 期望值是這樣 仔細聽喔 這高中學的期望值是這樣 在同樣的條件下 在相同的環境下 我們很多次的去重複這個隨機實驗 多次重複 這次的電話化解 多次重複 所得到結果的什麼值 平均值 把它畫起來 請問你什麼叫期望值 多次重複 代表你要花很多時間對不對 如果你要在同樣的條件下 一直不斷的去重複這個試驗的話 你得花很多時間 然後你算出來的是 所得到結果的平均值 因此如果簡單的來說 期望值其實它是一個什麼概念 它是個長期平均的概念 這樣聽懂嗎 來寫上去喔 長期平均 人家問你什麼是期望值 期望值 這個英文叫exploitation 對不對 你長期下來 你平均每一次 可以得到的那個報酬 或者金額 就是結果的平均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讓同學感受一下 這個期望值 它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這個例子是這樣 你寫在課文上 我們一樣用抽球的方式好 好不好 我現在這裡有一個箱子 這個箱子裡面 跟剛才一樣有兩顆球 這裡有一顆粉紅色的球 有一顆藍色的球 好啦 假設現在有一個夜市 我現在經營一個 簡易的夜市的攤位 叫Q仔抽球攤 好不好 這裡有個箱子 裡面有兩顆球 我就拿著這個箱子 跟來玩這個遊戲的人說 欸 你就伸手抽一顆球 抽到粉紅色 來 這個 譬如說這樣講 如果先來抽獎的客人 抽到粉紅色的球 我就給他多少錢 呃 我就給他10塊錢 這樣好不好 那如果他抽到藍色的球 藍色的球 我就給他多少錢 我就給他5塊錢 抽到粉紅色球 呃 粉紅色球 跟藍色球的機會都是均等 欸 我可以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攤販那個那個叫什麼 粉紅色球 你要給他10塊哦 啊 抽到藍色的 你要給他5塊哦 那你覺得玩這個遊戲一次啊 你要跟他收多少錢 才是合理的一個 就是 才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收太高 人家不想玩啊 收太低 其實你會虧本 你的範圍應該要抓在什麼地方 會比較合理的 7.5以上 7.5以上嗎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哦 我們現在定義一個隨機變數 來 隨機變數X 叫做什麼 這叫什麼 欸 玩一次 玩一次 所得的金額 A 金額 好不好 這個簡單來講 我們現在定義一個隨機變數 這個X 叫做 玩一次所得到的金額 好嗎 欸 寫上去 欸 我們可不可以寫出他的機率分佈 可以啊 他的機率分佈會長怎麼樣 這個是X啊 這個是他對應的機率嘛 玩一次 這個客人可以得到多少錢 可能得到10塊錢 然後或者得到多少錢 5塊錢 得到10塊錢 代表他要戳到紅色的球 這個機率是多少 1 2分之1 得到5塊錢 代表他要戳到藍色的球 戳到藍色球 這個事件機率是多少 也是1 2分之1 對不對 這叫機率分佈 這叫機率分佈表 欸 這樣懂不懂 知道我講什麼嗎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 非常直觀 非常好理解的一個例子 那我現在要請同學算喔 這個遊戲啊 如果抽一次 抽一球 的什麼東西 的期望值 請問 該怎麼算呢 玩這個遊戲 玩一次喔 比如說就是你玩一次這個遊戲 你所得到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期望值 期望值 對英文 我們會用大寫的英文字母1 然後後面這個x是隨機變數 英文課的時間到 你們搬誰的英文比較好 為什麼期望值這個外面會用大寫的英文字母1 是因為有一個單字 這個父母親說 我對你有很深的期望 期望這個英文單字要怎麼拼呢 1開頭的英文單字怎麼拼 沒有人要理我嗎 那我要問喔 我要問 問問誰 問楊誠很好 1開頭怎麼拼 期望 Exception Exception 是叫Exception嗎 Expect 應該沒拼錯 Expect A T I O N 這怎麼唸 Exportation 對不對 等一下 我有沒有唸錯 這用好一點 陳浩哥幫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拼錯 沒有我拼錯對不對 那有沒有唸錯 這是我們唸Exportation 他太棒了 我真的太佩服我自己了 這就是期望 期望 期望值怎麼算呢 期望值很簡單 很多學生他其實不太明白期望值 但是他就是會算 期望值怎麼算呢 把你這個隨機變數取得值 乘上對應的機率 再全部加總就可以 所以10乘上多少 10乘上1 2 再加上5 再加上5 乘上多少 1 2 所以這個遊戲 玩一次的期望值 請問你是多少 這是5啊 這2.5啊 5加2.5 所以是多少 7.5 期望值有沒有單位 有7.5塊錢 就這樣 那我問一個 其實是很核心概念的問題 這個7.5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玩這個遊戲一次 不是得10塊就是得5塊啊 哪來的7.5 這7.5是什麼 三小 對啊 玩完這個遊戲一次啊 如果抽到紅球有10塊啊 抽到籃球有5塊啊 這個7.5 他不是10塊也不是5塊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他是一個長期平均的概念 什麼叫長期平均呢 你說我有可能連續抽三次嘛 三次都得到紅球 這樣我就得30塊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啊 這個抽球的遊戲啊 如果你玩了很多很多次 比如說100次算很多次的話 假設100次啊 當然100次還不夠多啦 但我現在假設100次很多次 數學上有一個東西叫大數法則 如果你玩了很多次啊 出現紅球的次數 跟出現藍色球的次數 會趨近於多少 1比1嘛 大概是一半一半對不對 所以理想狀態下 如果你抽 如果你玩100次的話 應該有50次會出現什麼球 粉紅色的球 然後有50次會出現藍色的球 那你50次出現粉紅色的球 你每次可以得10塊錢 所以就乘以10嘛 然後呢 50次會出現藍色的球 就乘以5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你的總金額 你玩了100次之後 你總共可以得到這麼多錢 然後除以100 把總金額除以總次數 你看你得到什麼東西 上面這裡是500加250 所以是750 750除以100 所以請問是多少 7.5 這就是期望值的基本概念啊 對不對 你說老師 他不會剛好5050嘛 他不會剛好是一半一半啊 100次可能是 可能有什麼60幾次是粉紅色的球 然後什麼 什麼30幾次是藍色的球 對不對 確實如此 但是我們講的是一個理想狀態 如果你玩的次數夠多 粉紅色球出現的次數 跟藍色球出現的次數 會趨於一致 這樣懂不懂 對嗎 所以你看嘛 這長期下來 重點是長期喔 你要多次重複 它是個長期平均的概念 所以這個7.5是指說 我當這個遊戲玩很多很多次之後 平均每一次 顧客可以預期自己 得到7.5塊錢 如果你是老闆 你覺得你要收多少錢 最合理 如果我是開這個夜市攤的老闆 玩這個遊戲一次 我覺得收8塊錢還蠻合理的 如果收8塊錢的話 站在老闆的角度 我的期望值是多少錢 我這8塊錢 你玩一次就要給我8塊 但是每一次我都預期 我會損失7.5塊對不對 長期下來 我每一次都要賠7.5塊出去啊 所以我問你啊 這是我的收入嘛 這個是我固定要賠出去的錢 長期來看的話 所以老闆的期望值是多少錢 0.5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0.5 這個賭城裡面那個Las Vegas 對不對 他們那一些那個什麼 它BUN還什麼機器 他們那個期望值都是算過的 對 偶爾你會看到一些新聞說 喔誰啊 運氣很好對不對 什麼 什麼多少錢對不對 然後什麼 拉到什麼頭獎 可是長期下來 其實賭場 always是贏錢的 就是這個道理 我長期下來 每一次我都可以賺0.5塊錢 如果很多人來跟我買的話 很多人來跟我玩這個遊戲 我就可以賺很多錢 懂這感覺嗎 大概是這樣 好了 花了蠻多時間解釋這東西 我們再看個題目 把今天的這整個概念把它結束掉 你學期望值 你千萬不可以學那個你知道嗎 就是不可以學說 期望值很簡單啊 機率分部寫出來 乘一乘加一加 靠腰 這樣子 等於沒學 你知道嗎 來 我們來看腿腸練習 第八頁 A A A D 我寫這邊 我們把這一題講完就好 第八頁的隨堂練習 這一題給他三個讚 我們學校也很喜歡這種題目 這種題目是很常見的基本題 來大家一起看題目 跟我一起看 我把這題講完就好 今天就這樣子 有一個盒子裡面有八顆巧克力 其中有三顆 它的內線是杏仁 OK 我們把它視覺化 有一個盒子對不對 來 有一個盒子 這個是期望值 是機率問題 機率問題 這八個巧克力 你必須要有什麼東西 要有編號啊 對吧 所以來這八個巧克力 我們把它編號 一號 二號巧克力 三號 四 五 六 七 八 這樣可以嗎 這八個巧克力裡面 有三顆 它的內線是杏仁口味 哪三顆呢 我想想看喔 譬如說 一號二號三號 這樣好不好 一號巧克力 它的內線是杏仁口味 二號也是 三號也是 這樣可不可以 就大概這個意思 他說我現在從盒子裡面 認取兩顆 仔細看喔 每一個巧克力被取到的機會 是均等的 我們令隨機變數x 把它畫起來 表示 取到杏仁內線巧克力的顆數 求x的期望值 要算期望值 當然要先寫出它的什麼東西 這考試也是固定的手法 先寫出它的什麼 機率分布表 來 上面是隨機變數取的值 下面使它對應的機率 我等你喔 寫出來這個題目就破解掉 八顆取兩顆啊 我取出來的這兩顆 它的內線是什麼 杏仁口味是不是 的顆數 來我問你最少最少 是幾個 是0個啊 對啊 我那個杏仁口味的一顆都沒取到 比如說我取到7號跟8號 這不是杏仁口味 所以是0個 然後再來可能是幾個 一個 最多最多 我取的兩個都是杏仁口味的 所以最多最多是多少 兩個 你看就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問一件事情 我的樣本空間應該有幾個元素 八個相應物取兩個出來 這個樣本空間應該 裡面的元素個數是C什麼 C8取多少 不是取兩顆 C8取2 C8取2是多少 28 你的樣本空間全部寫出來有28種情況 這個隨機變數它會把樣本空間做切割 OK 如果你取到的 你取到的 都不是杏仁內餡口味的 這些情況 就對應到0這個數字 這樣聽懂嗎 那我們現在來算它的機率喔 來機率這裡要寫什麼 請問你 你的杏仁內餡口味的是0個 那就代表說下面是C8取2 上面是C多少取多少 C5取2 對不對 你這兩顆都不是杏仁口味 好 這個算出來機率是多少 來我們算一下喔 C8取2是28 C5取2是多少 10 你看這機率是28分之10 28種情況裡面有10種情況 它會變成是 就是你懂嗎 它會被切在一起 對到一個數字叫做0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有其中一個是杏仁口味的 這個機率是多少 這是某一個事件喔 這個事件的機率 C8取2 有一個是杏仁口味 那三個杏仁口味要選一個 C3取1 然後後面是什麼 C5取1 這個算出來機率是28分之15 這15種情況 在樣本空間裡面 它是同一個碎片 它被切成同一塊 對到哪一個數字呢 對到1 這個事件它發生的機率叫28分之15 懂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這其實它背後的道理很簡單 那如果你兩個都是杏仁內線 這個更好算啊 C8取2 上面是什麼 C3取2 算出來是28分之3 對不對 檢查一下 你最後加起來 這三個事件 它是複次事件 拼起來是你完整的樣本空間 所以相加最後機率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1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同學 他寫這個機率分布表 最後這個機率加起來不是1 靠腰 這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一定是1 好 好 大家算期望值 算期望值 這對你們來講太簡單了 大家要算一次給你們看 Aspartation of x 長期平均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平均值的概念 來啦 28分之10要乘以多少 0 所以就是0乘上28分之10 加上1乘上28分之15 加上2乘上28分之3 有 學生不都這樣學嗎 對不對 反正就乘一乘加一加就有答案了 算出來叫做28分之多少 21 236嘛 15加621 約分以下 這是多少 7428 7321 3分之3 有沒有單位 有 它的單位是什麼 科 這個4分之3怎麼解釋 你說 你解釋一下這4分之3是什麼意思 你不要只會算啊 你要會解釋啊 這4分之3是什麼意思 長期下來 我們不是從這個箱子裡面一次取兩個巧克力出來嗎 對不對 你取出來 你預期 你的巧克力內線的巧克力顆數是幾顆 是4分之3顆 就是說你取兩顆對不對 你可以預期裡面會有4分之3是 就是長期下來 這兩顆裡面就是會有4分之3是有巧克力內線 這樣懂那個概念嗎 就是有4分之3顆是有巧克力內線 就是有4分之3顆是有巧克力內線 不是巧克力內線 不是巧克力內線 我講錯是杏仁內線 是杏仁內線 這個杏仁內線 抱歉 跟你更正一下 有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嗎 真的沒有嗎 其實這個期望值它有一種 怎麼說呢 比較直觀的看法 來那個同學你看我這邊 這個東西其實有些是舊教材 但我覺得觀點本來就可以很多 來你看我這裡 我們這個箱子裡面不是有8個巧克力嗎 1 2 3 4 5 6 7 8 8 其中有3個巧克力 它的內線是什麼口味 題目說這個叫什麼 杏仁口味對不對 我現在做一件事情 我把這8個巧克力怎麼樣 就是把它混在一起 簡單來說就是我把它整個重新打爛 再捏成8個杏的巧克力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本來這3顆它的內線是杏仁口味 現在我把這3顆裡面的杏仁呢 把它怎麼樣 平均分配給這8個巧克力 所以每個巧克力都會分配到一點杏仁線 對不對 你懂這個意思嗎 我把它平均分給每個巧克力啊 所以每個巧克力都會分配到一點杏仁線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件事情 每個巧克力會分到多少杏仁線 三個啊 我現在分給8個巧克力嗎 所以每個巧克力會分配到多少杏仁線 不是8分之3嗎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完全符合人類的直觀 請問你喔 你從這個箱子裡面啊 取出一個巧克力 取出來 你可以期望你的那個杏仁線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顆數是多少 是不是8分之3 是不是這樣子 就懂那感覺嗎 它就是平均分布的意思嘛 那你取兩個 你看你取一個是8分之3 那取兩個就是多少 就是8分之6 那8分之6就是誰 不就是我們的4分之3嗎 對吧 所以這種東西 你慢慢的去培養那個數學的感覺 這樣可以嗎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大家辛苦了 這上課也是很累的 來 謝謝我們知寧姐 大家辛苦 謝謝